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川昊女士写了这系列的作品 大概有四本 总共热卖了大概110万册 算是非常超级畅销的大作 这四本都跟图书馆有关 叫图书馆战争 图书馆内乱 图书馆危机 图书馆革命 所以这部电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小说里面的第一部 叫图书馆战争 那我之前就是在影片出租店 就是在寻找我们可以分享的电影 就看到图书馆战争 图书馆不是一个很安静很祥和的地方吗 怎么会有图书馆战争呢 这个战争怎么会在图书馆里面呢 所以觉得非常的好奇 结果我就把它借来看一看 那我发现呢 这个真的是叫做动作爱情喜剧片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特地邀请了 我们空大的图书馆馆长 李淑娟馆馆长 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部电影的这个心得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空中大学生活科学系的李淑娟李老师 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相会 那也谢谢清隆老师的邀请 让我来探探这个图书馆战争 我看到的一些心得感想这样子 好谢谢淑娟馆长 那我想我们知道这个图书馆来使用的人 还有就是图书馆的馆员 大多数是女性好像比较多吧 然后你觉得图书馆要特别考虑 这个女性读者的需求吗 在我们片子里面感觉都是看到 那个妇人跟小孩很多这样子 其实可能是他这部片子在拍的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会清隆老师会认为说 是不是图书馆那个女性使用率比较高 或是小孩子使用率比较高 那其实我们图书馆并没有所谓的性别上面的限制 什么性别都可以进来 这个其实要看你这个馆长的一个特色是什么 比如说你这个图书馆里面 有亲子互动的这个童书区 那当然就是可能妈妈比较有空 就会带小孩子一起来看那些亲子的书这样子 可是有些的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分很多种种类 有大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 还有什么国家图书馆 那每个图书馆它有它的特色 那要怎么去经营 那都会影响到我们乐听者 我想要在怎么样的环境 然后在这样的图书馆优美的环境之下 我想要看我喜欢看的书 那比如说有可能军事馆里面的图书馆 就是比较军事化的 可能男性读者也蛮多的 对男性读者 比较好奇 对 所以可能要看你这个图书馆 它的馆长的特色 那比如说一些传记伟人的 是不是男性会比较喜欢看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讲两性平权 女生也可以看 男生也可以看 所以普遍来讲我们现在图书馆的一个经营 很多就是会针对一老一少 老的部分它就会影响族的专区 那少的部分的话就是亲子绘本书的童话书或等等的 一看依照你馆长里面 你要怎么去规划你的馆长 然后空间做一些规划这样区隔 所以图书馆里面是不是以女性居多 我看应该是看她的馆长特色 然后来决定 是不是适合你要的书在哪一个馆 有 然后他们这样去搜寻 我们在图书馆里面并没有说像那个厕所啊 男厕 女厕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叫性别评的厕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到两性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还不要二分法 不是男性或女性 那当然只要有兴趣的议题的书籍 或是电子书等等的 你都有可以来上网 或是来我们的馆里面来借阅 这样子 至于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女性的需求 这样子 那女性的需求 其实我们比较会注意到就是孕妇 孕妇有可能她的座椅要好一点 比较舒适一点 这个样子 其他的话 应该都是男女平等 女男平等 都是open的 任何性别 不管大人小孩 那你只要有兴趣 应该都没有拒绝让你使用 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可以理解到就是有一句话 说阅读可以丰富人生 所以阅读也不分性别 因为大家都可以追求丰富的人生 然后我可以再就是回顾这一部电影里面 就是它的剧情 就是有点像是虚构跟真实交织而成的 它是呢 中间它就是说为了就是在日本 的某一年为了取缔公共秩序 善良风俗 然后日本的法务省 就制定了一个媒体优质画法 然后它准备就是在各地 配置了很多就是合法取缔的特务队 那这个特务队大家想大概就是比较黑暗面的啦 那图书馆为了保障这个思想的自由啊 阅读的自由 所以他们设立了自卫队来增强防御能力 所以剧情就从这个武藏野的关东图书馆基地啊 开始呢 就是男女主角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图书馆防卫员的训练地方 那这个女主角呢 叫做丽媛啦 我们的丽媛小姐 那男主角是堂上教官 就是这个自卫队的一个魔鬼教官 那所以这个丽媛小姐开始就进入了这个图书馆 准备成为自卫队的队员 那我想问问看淑娟馆长 在这部电影里啊 你认为这位女主角 她所代表的有哪些这个人格特质 或者是她的哪些举动 能够说服我们观众哦 说她能捍卫这个图书馆的自由 嗯 好 我觉得这部片子蛮好玩的 就是女主角跟男主角 第一个我们从身材上面来 来做比较 她每次就说那个 是矮冬瓜的魔鬼教练 这样子 然后她的 那我们那个女主角 这个丽媛小姐 她是身高是比较高一点的 对一百七吧 对 然后她刚进入到这个 自卫队她的训练过程里面 他们就是有些人就会歧视她嘛 就觉得说你可以吗 然后你这个举枪那个射击的时候 就是常常就是没有办法命中那个红星这样子 那他们有些男性他们就会说你看都是你害得我们整个比赛就落后 这样子 他觉得说他这个地方很不行 我们这种自卫队要收他嘛 有点在排挤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次这个出任务的时候 就那个很会打击的那个人 他反而是那个男生 也蛮高大的 就是跟他一起 就是同一组的 同一组的 一样是一起受训的学员 对受训的学员 枪级就是打把能力很强这样子 命中要害都是打红星的 那这个丽媛小姐的话就这个就不太行 这样子 可是有一次突然的出任务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个丽媛小姐 一马当先 然后呢 他就翻墙 他的身手非常的皎洁 然后和那个很会打把的那个 他目瞪口呆 而且没有他的勇气 所以感觉那个丽媛小姐 他虽然是女生 他开枪开的不是那么准确 可是他有他的特质 他有他的特长 他那个弹跳很好 然后他们可以翻过一个墙 这个样子 那而且他的那个机动性 敏捷度都非常的好 是 反应也很快 这是他的一个特质这样子 那最还有就是 他的人格特质里面 他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这个女性实在是蛮伟大 他有正义感 非常的勇敢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 女生好像都说 好啦 随便啦 可是我们丽媛小姐看到 她觉得说 当下就应该去处理 就要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 一马当先这个样子 就很冲动的就去处理了一些事情 他们有好几个画面 有一次他们整队的人都说 不用了 这个管不了那么多 可是他想想不对 他自己跳下车去 保护一个小男孩 对不对 他觉得应该要做 对不对 所以那个勇气 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很多的女性 这是缺乏的 其实我们可以跟她 做一些学习 身为女性的我 我觉得 我是不是要自身检讨一下 有时候该挺身而出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做 这个我从我自己是女性的 乐听者来讲的话 我觉得她那个特质 我是我缺乏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 应该下次怎么样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不要说 哎呦 怕人家讲闲话 你就不敢做 就是我在看影片里面 也给我这方面的启发 一样是女性 人家做得多棒 对不对 我们身为女性 我们应该跟她学习 比如说正义感 勇敢 这样的一个特质 那她虽然个子小 可是呢 我觉得 她是捍卫这个读书馆 阅读自由 她那颗心是很强烈的 虽然她是少女情怀 她刚开始有可能是为了 这个她的白马王子而去的 可是到后来 她还不晓得白马王子在哪里 可是呢 她还是坐下去 对对 虽然她遇到很多男性 这个同僚的排挤 是 的间接 或是直接的 这个样子 可是她 勇敢的走下去 而且也立的功了 对对对 那刚刚淑娟馆长讲到说 女主角有一个少女情怀 是 那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啊 她就是 有一段情节 就是这个 丽媛 大概在高中的时候 在一个图书馆 还是在书店里看书 结果就遇到这个 要来取缔的 特务队 那她为了保护一本书 她就跟这个特务队的这些人 就起了争执 那这时候就有一位青年 就是突然挺身而出 然后她有一个证件 有点像FBI这样把证件拿出来 然后就说 依照图书馆法第几条 然后在此宣告这些书籍 为保护书籍 那这样子就能够让 这些特务队就不能取缔了 所以这位青年就是 这个男主角 堂上教官 然后所以说 这个女主角就因为 这位英雄救美的白马王子 而想要加入智慧队 那所以刚开始 大家会以为说 她只是要寻找白马王子 她可能加入智慧队的动机 不纯正 可是后来呢 我们一直看下去 其实她一直不知道 她的白马王子 就是那一位魔鬼教官 是 常常跟她在一起 但是她不知道 她还是一样 就是展现出 就是她对这个图书的热爱 然后愿意保护 其他读者的心 是 所以这个馆长 你会不会觉得 是不是这个 我们说 这个少女情怀啊 会不会就是 常常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要素 就是来描述 这个女性的少女情怀 那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图书馆里面的爱情小说 也都是 大概女读者来 还来借阅 还是怎么样 所以其实 一般来讲 我不要讲女性啦 男性也有情怀吧 少女情怀 刚好我们这个电影里面 是有一个少女情怀 她的刚开始就是 她在图书馆里面阅读的时候 然后她很喜欢的一本书 然后要被这个自卫队抢去嘛 后来那个魔鬼教官就 很正义 很有正义的帮她 又酷又帅这样子 对对 然后就把她抢下来 所以她这个小女孩的心灵 就是觉得好帅 好棒 以后我也要当这个自卫队人 因为她应该是 我们的女主角 丽媛小姐 应该是喜欢阅读的 对 她也觉得说 这么好的书 为什么要销毁掉 对不对 然后她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她长大 她也想要当 这个自卫队的人 保护这个言论自由的 这一块这样子 所以她是有理想 有目标 而进入到 这个她们这个叫做什么 防卫队的 图书馆防卫的 这样的一个队伍里面去 那我觉得 对于女主角 她这颗少女情怀 我觉得很好啊 对不对 虽然她也有那种 阳刚的部分 有没有 战斗力也很强 对不对 然后这个深仇也很皎洁 然后反应很机灵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人啊 一个人 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 含了多元的角色在多元 性别我们在讲说 以前的刻板印象 就是一个光谱的两端 不是阳刚就是阴柔 对不对 一个内向就是外向 然后冲动 或者是说平稳 它都是一个相对的名词 可是问题是 各位听众你可以试问一下自己 你真的有办法说 一定是全部都阳刚 一定都是伸手绞结 或者说是这个外向 都一定是在一个光谱上面吗 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会夹杂着 在这个两极化的光谱之中 在某些时候 我是比较偏少女情怀的 可是有些时候 我又回复到说 我身为一个图书馆员 我应该要 该怎么样做的时候 要捍卫这个言文自由的时候 我就应该挺身而出 那种挺身而出 感觉是比较阳刚的 是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的人的内心深处 会跟着你之前的一个经验 而会在内心里面有一个promise 会觉得我想要成为 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这个人 这样的一个特质 以前可能传统就是分类两极化 可是我觉得 现代的人 就是在这个光谱里面 有些是偏这边的 偏阳刚 有的是偏阴柔 有的是真的就是在中间 那都没有所谓的对错 或是好坏之分 你只要能够在自己内心 取得一个平衡点 Why not 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的整个影片里面 丽媛小姐 她事实上是一个中性角色 是不是 应该是一个中性角色 那她内心小小的深处 也有一个少女情怀 有可能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堂上教官 她也有她的那个少男 不过她应该是比那个 丽媛小姐比较年长了 她有时她的对于 女性的一些爱慕的这个部分 那她自己很矛盾 她会觉得说 她比较爱小 她比较高 她比较老 她比较年轻 她还是有一些挣扎 我要不要去追求她 对不对 她到最后 她也不太敢表露 可是又有举动出来了 对 所以那个都是 我觉得这都是在内心深处里面 大家去调整的啦 没有所谓的对错好坏之分 其实你只要心灵健康 取得一个均衡点就OK了 所以性别只是一个议题而已 可是在我们内心深处 我觉得应该要跳脱 这样的一个性别 我们是一个中性的一个人格 是是是 我想性别是可能是外表 很容易来分辨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也不在乎 我们的外表 像说打扮的很男性化 或是女性化了 所以一个人真的是要以一个人来看待 而不是因为你长得像女生 或长得像男生 然后就会期望你有不同的行为 或是不同的举动 这样子 是 那我们就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丽媛小姐啊 她就是她心中的那个梦想 就是说我要像那个人一样来保护 莫名其妙被取缔的书 那至于她那本书是什么书呢 我后来呢 就是在电影里面没有演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她那本书 丽媛小姐看的那本书是什么书 后来我就是到博客来网站 就是她现在有卖电子书 所以我就去给她买了这本电子书 一看呢 原来那本书是个童话书 童话故事书 叫乞丐老爷爷 但是呢 他们这个日本啊 他们很多书啊 会一直连载连载 她说连载十年了 最后是完结篇了 就是她从小时候一直看看 看到大的一本书 所以她非常的珍惜 那个最后的完结篇 是 所以她怎么样 都要把她使命保存下来 对对对 所以才会有这个 我们这部电影的高潮 她就是在那时候 就遇到了这个男主角 刚刚淑娟馆长也跟我们分享很多 就是这个性别 不是那么样的鲜明 刚刚是 不是截然两极化的 应该是我们说气质 你有时候表现的是比较 比较阳性的气质 有时候比较阴性的气质 那一个人就是 有时候你喜欢选择 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气质 来对待别人或是怎样 那这个里面呢 电影里面 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是不是有一些令观众颠覆 性别刻板的印象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日本的文化里面 就是女性好像是地位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们馆长是留日的 那我就觉得这部电影 令人家很 这个眼睛一亮就是 这个女主角所代表的 竟然是一个 跟我们在日本连续剧里面 看到像阿信啊 或者是战国时代啊 一些这个女性 被当作这种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就差别很大 那各位请馆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以你的角色 或是你对日本文化的色略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里面有一种 颠覆性别刻板印象的一些画面 是有的啊 因为女性很少跑到智慧队去 去应征这样的工作嘛 所以等于是这个 这个丽媛小姐 我们的女主角 她的整个的性别气质是这样的 然后她对自己的性别是女性 她也是认同的 有些像我们在讲说 灵魂装错身体一样 有些她的气质是属于阴性的 她就很喜欢当女生 那可是她身为是男儿生 所以我们图书馆有个片子叫做 老爸变性日记 就是她上面就提到说 英国有大概一千五百多位 她已经是完成变性人 而且是她是纪录片 她就提到说 她的结婚生殖以后 她突然跟她老婆讲 她想要变成女生 对 然后他们发觉说 其实她是 她看到女性的包包 她就好喜欢 然后她就是会自己 给她打扮成女性 画眉毛 然后发型弄得像女孩子一样 然后穿一些衣服这样子 那她是 有些人的特质 她真的就觉得说 这个灵魂装错身体了 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 那在英国 她也是同意 可以让她去做变性手术 不过不是说 要变性就变性 她是怎么样呢 她给她做一些 前置作业的辅导 那她开始 教她怎么穿衣服 然后还有呢 教她怎么讲话 因为女性的那种讲话 声调是比较高的 男性又有个猴杰 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还要做 那个声音的一些训练 训练完以后 还要经过辅导 要跟心理医生去谈 你真的要做变性吗 然后她重重关卡 然后后来才去做变性 那这个变性手术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那她的家人怎么看待 我的老公变成一个另外一位女生 或者说是她的孩子 她的儿子 她的大女儿 她的大女儿都已经是大学生了 她怎么跟她的同学去做交代 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因为刚才讲到性别气质 还有性别认同的一个部分 那你有这个气质 可是她就是到最后 她勇于做自己 她觉得我就要认同 我是一个女生 所以她经由这个外科手术 然后一些辅导 然后她把自己转变成 她真正想要的自己 就像我想之前我们图书馆 有放了一个丹麦女孩的 这样的一个影片 那就是我们第一位 史上第一位的一个变性手术者 在1963年的时候 就这个样子了 所以你说到底 我们这个女主角是怎么样 她当然我觉得她 她这个地方是没有扯到 那么那个深入去 那我们只能说 她也是有女性的特质在 然后她有夹杂的一些 传统男性的一些特质在 然后你不觉得 这样的一个组合 让她觉得很迷人吗 如果女性情怀 然后都又扭扭捏捏的 然后或什么很娇小 然后那种感觉 就是传统的女孩子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女主角 她就是一个现代妇女 对 她勇于做自己 她头发可以剪短短的 穿长裤去做这个斗殴 这个样子 甚至于她最后会开枪 为了要救人她 她必须要有那个勇气 去开枪打死人 对我们女孩子来讲 是很大的挑战 对啊 对啊 是 所以我觉得 整部片子 我看到的女主角 她是一个新时代女性 新时代女性 对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 为什么会吸引 日本观众 就是很多人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票房成绩很好 就是因为 里面有一些战争的画面 像说有一些机关枪 手榴弹 盾牌 直升机 但是里面比较没有血腥的画面 我想他们就是 没有做到有血腥这样子 好像大家 血淋淋这样 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电影 其实是老少嫌疑 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就是她 男主角跟女主角 其实看起来早 刚开始觉得蛮传统的 是 可是到后面啊 我们就看到这个女主角 就一直在成长 那这个男主角也曾经 就是担心她是女性 而让她 没有参加那个 最后的那个攻击的部分 对 让她去保卫她的主管 是 其实 在这种智慧队里面 也要有这种比较角色啊 是啊 其实她等下派个女性 在那边卧底 对不对 然后她也很机灵 是 她很机灵 她告诉说 哎呀我要请谁 这个讲一下 是牛排在透露她的 她们被绑架的地点 对 所以也就是她的机制 人家会想 女生嘛 都是会讲这些 反正芝麻蒜皮的事情 已经是在这种节骨眼 她还在担心 她跟谁 生日party 约在哪里 对不对 其实根本不是 她就很机智 对 所以人家不会 就是因为她女性角色 然后 人家就会被 没有去阻挡 疏于防备 对 这也就是 在这个 这个过程里面 她有 利用女性的特质 然后来解决了 这些难题 就是然后 把那个讯息 透露给他们 知道说 我们是在哪个地方 地点 对 对 所以这部电影 非常的精彩 那我们会建议 这个观众朋友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 北校图书馆也有 有 北校图书馆的那个 影片非常的多 性别的影片 我们每年都有征集 然后采购 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这部片子 图书馆的战争 我们图书馆有 然后我们丹麦女孩 也有 然后我刚才提到说 老爸变姓日记也有 如果你们对性别 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上网一下 那如果是同学的话 我们都可以让同学 能够借阅 这个样子 可以多多利用 图书馆的资源 是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 那个淑娟馆长 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图书馆战争 这部电影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